特朗普总统宣布要对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 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·希泽表示 星期五就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提高关税25% 而美中贸易的谈判也从原来的星期三 现在是延期到星期四与星期五举行那么详细的情况 我们来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在白宫来介绍耀义 需要林森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·希泽是星期一的时候 他在下午时间告诉记者们说 他将会在星期二的时候在联邦公报上 这个Federal Register上面来发布通知 从星期五开始就要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把他们的关税从现在的10%提高到25% 不过就在我们在刚才结稿之前 我上去联邦公报上看 都还没有看到莱特·希泽所说的 要对中国加征关税这项通知 那只有呢这个与国际贸易 以及与中国的贸易方面相关的 只有一个中国的铁制品的这个文件 这个柜呢 这个有反倾销的这个调查 那么还没有看到莱特·希泽所说的 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 加征关税到25%的联邦通知 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原定的这个刘鹤是在星期三要来 继续这个长达好几天的谈判 那么呢在昨天我在问白宫资深官员的时候 他也说了美方也是准备要在星期三的时候 迎接刘鹤与中国代表团来 不过呢现在却传出了这个刘鹤其实是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 中国代表团才会来到华府来做谈判 那么不但那时间是推迟了一天 而且也缩短变成只有两天 原定呢是从星期三要谈到星期六 那么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财经媒体CNBC 就对美国的中小企业的这个财务长做了一番调查 来看看这一次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这个关税 对他们来讲会不会有所影响 没想到呢只有5%的美国中小企业表示说 这个关税他们对他们有影响 他们想要撤销这个关税 那么不过呢他们对美中贸易的协定呢 还是有很高的期待的 有30%的美国中小企业的财务长表示 希望最后这个协议签订下来 能够扩大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这个范畴 那么有40%呢是表示 希望这个协议呢能够加强 美国对于专利以及商标的执法力度 那么此外呢这个在报告当中 美国的企业研究所的研究中国经营学者 实践到他也对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这个关税宣布 做出了分析 他说呢至少在目前除了农业之外 对我们的经济不大有影响 如果总统克征了所有他威胁要实施的关税 那么就会有影响 那么同时间呢我们也看到 美国股市也对这样子的宣称 做出了反应 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美国股市5月7号的表现 在收盘的时候 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跌了将近500点 那么标准普沃指数跌了将近50点 而纳什达克指数则是跌了将近160点 那么所以看到今天的股市呢 全面是以这个收红来看到来收盘的 那么所以目前看起来呢 一切美国投资人以及美国企业界都还在等待 星期四以及星期五 看到美中双方是否能够弹出一个具体的协议 那么星期五是否特朗普政府真的会对 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政府商品 课征15%的关税 林森 好的谢谢亚裔 这是记者黄亚裔在白宫的连线报道